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2日 星期四 這節就要跟大家說一節 跟國際新聞 跟阿富汗有關 也是一節跟軍事相關的環節 話說這個 貧林滅亡的阿富汗 阿富汗政府基本上倒台了 但是 還有大量的阿富汗特種部隊 阿富汗的特種部隊 就是堅決跟塔利班繼續戰鬥 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英國 打算招募這班阿富汗的特種部隊 要重建 阿富汗部隊 重建戰鬥力 使得這班原本具有高度戰鬥力在阿富汗 一直保護阿富汗 防止塔利班 佔領 的軍隊 現在就有著落了 實際上阿富汗政府軍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了 阿富汗政府軍是沒有戰鬥力 也沒有任何的戰意 一直很有戰意和戰鬥力 也是阿富汗的特種部隊 彷彿整個國家 好像是靠了特種部隊負責 特種部隊不來的地方 阿富汗政府軍 就是無心亂戰 也無心防衛 換句話說 其實美國 跟英國在阿富汗那麼久 雖然現在就失敗收場 但是實際上 就不是完全沒有成功訓練了 一批有戰鬥力的阿富汗軍人 出來 最有代表性和最有戰鬥力的就是這班 特種部隊 換句話說 就像 英國的SAS 或者就像 美國的海炮突擊隊 這班就受過專業訓練 也都在戰場上 相當有經驗的特種部隊 如果因為阿富汗政府全面倒台 美軍 全面撤出 他們 全部被清算 被殺死 又或者 被完全瓦解 其實這件事是一件相當可惜的事 而事實上 現在塔利班也還沒有佔領阿富汗的全境 所以任由放棄阿富汗的人民 不再去捍衛自由 也放棄你自己親手 培訓的部隊 這件事其實是一件相當可惜的事 幸好美國 棄他們於不顧 幸好現在英國 就決定 就要招募 招攬這一批特種部隊 先跟大家說說內容 話說英國在8月28日宣佈結束 撤離行動 有幾百名前阿富汗的特種部隊成員 抵達了英國 抵達了英國 變成了難民的身份 一批那麼有戰鬥力的人 阿富汗的特種部隊成為普通的難民 好像香港也來了很多 手足 抗爭者 變成難民 不能夠工作 又不能夠工作 其實也相當可惜 其實我們這個也挺有參考價值 不過 阿富汗的特種部隊本身已經 久經沙場 以及 接受過美軍的正式訓練 他們還要在阿富汗有實戰經驗 所以英國 聰明說英國永遠都是人氣我取 英國國會議員以及軍事領袖 提出建議 建議政府把阿富汗的特種部隊 把他納入成為英國的武裝部隊 組建一個新的阿富汗軍團 出來 英國永遠都沒有計算錯 計算出來做事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實際上你要訓練一群人 變成士兵 已經花費相當大了 重要是 精銳中的精銳才能夠成為特種部隊 換句話說 你要訓練一群人成為特種部隊 你所花費的 專業時間和金錢都是天文數字才能夠做到 實際上 香港警察 其實最有戰鬥力的就是速龍隊 還有這個 SDU 即是飛虎隊 實際上真的擁有高度戰鬥力的人不多 換句話說 他們一定要是精英 才能夠擁有戰鬥力 換句話說 你一個龐大的紀律部隊 也不代表你有戰鬥力 實際上 需要長時間訓練 選擇最精銳的人 才有機會成為特種部隊 英國醒目了 正當他要研究如何處理 這一班 阿富汗的 突擊部隊 這班人就是成功撤離了阿富汗 來到英國 是不是當他們是普通的難民 把他們 把他們 這件事是不可能 始終 他們是專業的軍人 他們也面對著自己的國家 近乎 滅亡了 被塔利班佔領了 實際上叫他們做回普通人 享受英國生活 其實你想想也知道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於是英國保守黨的議員 提出了一個建議 建立一個新的阿富汗團 叫英國政府 專門吸收 專業的士兵 再由英國的軍隊再次協助訓練 這是一個相當好的提議 對我們香港來說也有一個參考價值 不過我們很可惜 香港人沒有那麼精銳的部隊 如果這個軍團創建成功 根據分析就可以類似 國爾赫軍團 所謂國爾赫軍團就是來自 尼泊爾的僱傭兵 他們就成為了英國的軍隊裏面 非常之優秀的部隊 多次在戰場上 立功 成為了英國的其中一支常備部隊 這個是不是很有值得學習的 價值呢 尼泊爾的人 現在還有阿富汗的特種部隊 也能夠有機會成為英國的一部分 成為英軍的一部分 所以換言之 這件事 就算不是英國人 英國照修理部隊 這件事其實理論上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托馬斯 表示 要給這些流亡在外的阿富汗 特種部隊一個機會 英軍過去跟這些特種部隊一起訓練過 他們 表現出來非常忠誠 假如他們想服役 在英國 英國就應該歡迎他們 也 相信他們會樂意見到 在英國 重組一支阿富汗的偵察兵團 相同道理 什麼時候打回香港 光不光復的問題 也不用討論了 先建立一支部隊 現在 阿富汗 做給大家看 阿富汗的事 在英國 基本上媒體是廣泛地報導 換句話說 阿富汗的戰士在英國受到很重要的重視 還有阿富汗的人權問題 所以英國就是做了美國沒有做的事 立即就收了部隊回來 立即就將他重建 變成軍團 換句話說 是不是英國公民 不是 最重要的顧慮 假如英國政府相信你 又願意 你又跟他接受一起訓練 你又願意跟他一起戰鬥呢 你絕對就能夠成為英軍的一部分 目前就有兩種建議 一個建議就是 國以客部隊那樣 把它變成一個 獨立的單位 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就是把阿富汗的特種部隊 直接歸納 收納進去做英軍的系統裏面 而英國的很多軍人都覺得這一批那麼有戰鬥力 也有實戰經驗 也受到訓練 的部隊 不好好地應用他 就是浪費了這些軍事人才 換言之 其實 英國是有機會幫你去建立一個特種部隊 其實 當日實際上 阿富汗部隊也是由英美訓練出來 所以 再一次 顯示 這件事其實是一件有可能的事 所以 如何去爭取 就是重要的 如果到最終 假如 真的一個香港人也沒有人願意 當然 如果發生 也沒有辦法 這是每個人的意願 如果真的這樣 坦白說 沒辦法了 只能夠 走Pan B 已經沒有Pan A 最可惜的是 我們現在依然 看不到這種聲音走出來 甚至乎 類似的聲音也沒有 好像我們 只有我們去說 基本上 除了我們跟袁爸爸之外 從來都沒有人說這些 根據每日電訊報報導 現在凡是登記了 去讀這個軍校的阿富汗人 他們現在也預備給他們 他日可以加入英軍服役 英國國防部發言人也說 當局在評估 如何可以好好地應用阿富汗的軍人 因為 他們有技能 也有專業知識 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英國真的 英國就是收了 英國本來是政治難民的人 把他變成軍事部隊 所以真的不要再跟我說這件事 這件事 現在就是在做 現在就是直接 在做 完全不是吹水的事項 阿富汗直接在做這件事 我們會怎樣呢 這個真的很取決於 到最終香港人 怎樣做 其實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真的好好參考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支持六部曲 記得幫我們無限loop大發播放 以及點擊廣告 我們今節說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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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